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開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8号 因为我看我们心动区的女生的类型还是蛮不一样的 然后想问一下你喜欢什么类型的女生比较多一些呢 我觉得第一选择是没有道理的 就像初恋不懂爱情 也是看演员这样是吗 对啊 好的 谢谢那嘉宾 后边需要慢慢了解吗 好 看第一条片子 天津 巴黎 苏州 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三个城市 出生在天津 作为一个地道的天津人 不管见哪个姑娘都得叫声姐姐 青春在巴黎 07年考入巴黎二大 14年回国 我叫孔祥新 现在在苏州是一家智能科技公司的合伙人 工作之余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唱歌 偶尔还会在朋友的青巴现唱一曲 享受一下舞台的感觉 生活中 所有的朋友评价我 第一句话就是重情东西 我特别容易借钱给别人 觉得哎哟 我是他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了 赶紧掏钱 一件事经过来 发现这是一段套词 我还特别爱买单 也有好哥们会抢在我之前买单 但我一定想要再陪钱一次 我心里那杆唱就是说 永远我请客的次数要多了 可能太过仗义 我就经常被人给坑了 所以我开始学会把控我的朋友圈 我会把朋友圈联系人 控制在200人里面 如果只是一面之交 或者一年半载也没什么互动 我一定会立马删除 朋友嘛 不需要太多 有几个真心的就够了 2号 男嘉宾 我觉得我们蛮多共同点的 因为我的老家应该是天津 还有我很喜欢唱歌 有时候还会自己一个人去KTV 你这个口音我一听就是天津 我的口音 你打哪听出它是天津的 但是我可以说出一点 像你作骂 喝点面糖 这种我可以说 挺标准的 挺标准的 19号 男嘉宾 如果你的朋友圈人数那么少 不会影响到你的生意吗 因为很多这种大客户 他不会一下子就选择跟你合作 一般都会先观察一下吧 我说的只是我的社交朋友圈 就是 就是那是一个生活号 然后客户是工作号是吗 没错 9号 刚刚在VCR 你说你特别喜欢唱歌 然后我也喜欢唱歌 然后一会等你出来 我想跟你唱首歌 他从上一个就憋到现在了 太好了 我就喜欢跟人合唱 11号 男嘉宾 我跟你有一样的困扰 就我特别仗义 就我身边好朋友 特别喜欢找我借钱 借50 100的 你就不好意思找药了 你找药他还反而发个朋友圈 天啊 那100块钱你还找我药 这人真恶心 就这样的说我 那就不用搭理了 总借钱那还叫朋友 17号 现场好多会唱歌的女嘉宾 我也很喜欢唱歌 然后我在朋友的餐厅里边做助唱 那我就不唱了 好 来 选第一个女生 请男嘉宾在拼多多爱心助农地图上 为中选区女生挑选爱心产品 男嘉宾选的第一个女生是谁呢 大屏幕 2号 有请男嘉宾 这位男嘉宾来自百合网 大家好 我叫孔强欣 今年35岁 天津人 目前在苏州创业 关于借钱这个事 我听到网上 网上有一个女的问 我怎么甩掉一个男生呢 别人教他 教你三个办法 第一 跟他借钱 第二 素颜 第三 素颜跟他借钱 肯定能成 21号 男嘉宾 你这么快把我 纳进去那个心碎区 这个叫做 你是因为我的衣服问题呢 还是因为别的问题呢 我不觉得这是心碎区 我觉得是带了解区 外表没毛病 就是着装 可能稍微花一点 好 好 你选择的伴侣 如果她没有那么多的时间 去照顾到她的家庭呢 这个我可以照顾 因为我在法国这么多年 但是男子里能力还是挺强的 好的 谢谢 这一切都有一个前提 她足够喜欢你 对 不知道为什么 邓彩欣之前 也有过类似的表现 就是你为什么把我放在这儿 你觉得我哪里有问题啊 如果 但是今天我觉得她好像 邓彩欣有一种大哥的女人 看到大哥了 你是不是隐隐觉得 她身上有大哥气质 有意思 6号 我是新商场的女嘉宾 我叫周莹 今年23岁 是一个来自哈尔滨的姑娘 我没觉得你心上了 好像似曾相识的感觉 男嘉宾刚才说 微信人数控制在200以内是吗 对 目前是 多余的人你会直接删除吗 还是怎样 这个并不是因为我刻意去控制她 而是在我控制之后 她就只删200兆 那不就是刻意控制吗 7号 有的时候我也是说半年一年 不联系不互动的人我删掉 我会发现她过一段时间 会把我加回来 问我你为什么把我删了 包括我母亲也这样说 你不要就删人间吧 你这样对人家是不尊重 那你怎么看这种行为呢 像我们这种共同的行为 我觉得她不聊是先不尊重我了 对吧 然后一般情况下 我是会主动互动的 如果没有一些回应的话 我会视为她不尊重我 明白 谢谢 3号 我想理解一下 你请客的次数要比人家多 就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想法 A 我是一个对自己吃亏无所谓的人 我觉得只要是我的朋友 我认可他 我就不能让他吃亏 所以只要是可以约你出来的朋友 就是你基本上都一定会请他客 是这样 就是他叫我我能出去 说明我对他是认可的 我们是经过一些事情 有一些交情的 他的意思可能就是 是不是也不必 每次大家出来吃饭的时候 都是你买单 是这样 我觉得买单啊 是一种对待朋友 和友情的一种态度 因为有些人买单就是 我觉得我现在生活状态 比你好是有一种 就炫富的含义的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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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这样的 好 理解了 12号 男嘉宾 你说你很喜欢唱歌 然后唱歌也很好听 那你能不能现场 给我们展示一下呢 那个谁 9号憋半天了 你先来吧 你来吧 你给我打个样 你要唱太好 我就可以不唱了 那我唱的差一点 这夜的风而吹 吹得心痒痒 我的晴朗 你在何方眼看天亮 那该你了 下班没我了 唱得确实好 刚才那边还有谁来的 来来来 师兄 祝唱的 祝唱的 来 让我的爱伴着你 直到永远 你有没有感觉到 我为你担心 在相对的 视线里才发现 什么信仰 一生之中最难得 有一个只心爱人 谢谢 太棒了 太棒了 我要是你就不唱了 真不能唱 但是说不定你一唱 把他们都盖了呢 我想问一下21号 为什么在他唱歌的那个点去挑热 我以为爱上刘丽颖了呢 没有关于他 对对对 只是刚好在那个卡点上 就是在哪个点上 我突然想 给他调热了 我就把他调热了 只说唱歌这件事 你更喜欢哪一个人的歌声 这题太难了 这不是做死的题吗 这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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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特意强调了只说唱歌 这两个歌声你更喜欢哪一种 那我就选观察区吧 你喜欢17号是吧 因为我要给观察区留点余地 是 对 来 选第二个女生 你觉得他会选9号 17号 21号 还是都不选 请男嘉宾在拼多多爱心著农地图上 为中选区女生挑选爱心产品 黄岚 你觉得 是不是会选马明月啊 我觉得不一定吧 看大屏 9号 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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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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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我的推测一定是有道理的 你的道理是 我虽然没有学微表情 但我也是很聪明的 先夸自己再说事 为什么呢 因为我知道男嘉宾的资料 他是法国流过血的 马明月今天的打扮 非常法式风情的那种 然后马明月的身上有一种 让人轻松和快乐的那种表情 我觉得男嘉宾是喜欢那样的 比较唱歌那还用说吗 那边唱那么好 为什么好几次 他都不愿意回答这个问题 我觉得他是因为 他很看重你的心情 有道理 但是我觉得马明月唱歌 也没有那么差 起码发声方式很特别 气息没气息 音准上下飘得不定 你自己知道对吧 你非常特别我觉得 好 看下一条片子 好 看下一条片子 经历过七年之痒的爱情 也不一定能开花结果 印象最深的那一段是在法国 我俩算是一见钟情 他是留学生里最显眼的一位 有次我房间的暖气坏了 他知道之后 就会经常让我到他的房间去取暖 看看小电影啊 第一部片子我印象还很深 我们当时还都比较腼腆 做得很正 但是心里很暖 不到半个月就在一起了 他特别能喝酒 我开始没把这个事想得这么严重 后来我发现他们全家都能喝 第一次去他家时 就把我给吓到了 酒局一多 面对的诱惑也更多 慢慢的他跟别人的关系 变得很亲密 而我选择一次次地原谅了他 可能是因为都在异乡 如果在国内的话 咱们已经分成八百秒了 七年后我俩回了天津 我决定再给他一段时间的观察期 结果一个星期他就待不住了 最终还是决定分手 经历过这八年 我仍然选择相信爱情 我觉得一见钟情 比穷追不舍来的爱情更加劳定 我一旦喜欢上这个女孩了 我就是重新旷路 遇到吵架没关系 我一定是主动道歉的那一个 7号 男嘉宾 我对这里面一句话特别印象深刻 你说如果放在国内 我们早分手八百遍了 因为我也留过学 我知道很多留学生在一起 真的是抱团取暖 然后选择范围也不是很多 那我能不能理解如果回到国内 身边的选择多了 诱惑多了 可能你也不会选择一次一次原谅他 这触及你的底线之类的 就是我觉得他在国外一个女孩 然后我有责任去照顾他 毕竟我们在一起过 有过美好的曾经 我不能把他一个人撇在国外 他无论从感情上到生活上 一个人是很孤独的 所以更多是出于照顾这方面的 而不是说他喝酒这个触及你的底线 你在国外能够原谅他 对 而且这个话不是我说的 是他说的 他觉得以他的性格在国内我们早就分了 所以说我还是坚持会照顾他 好的 谢谢 11号 男嘉宾 您说他回来之后您观察他一个星期 他没有忍住 这个是他没有忍住喝酒 还是怎么样 所有缺点都没忍住 他是有就是在你们在一起的时候 跟别人走的男性特别的暧昧 还是怎么样 对 我们问题最多的就是出在了 他很暧昧 那你跟他沟通之后 他给了你一个怎样的回复呢 每一次都是没有下一次 但是每一次都有下一次 您的忍耐心真的特别的棒 你觉得这是一个很加分的一点吗 我觉得这一点的话 就是他愿意去一次性 就是给他机会 很多男人就一次滚吧 然后就没有再去联系了 但是他愿意给女孩机会这样 对 我很信奉一见钟情的 然后之后发生这些事之后呢 就是我愿意去更多地去宽容他 因为我对感情还是比较专一和执着的 你喝酒吗 我有时会喝 酒量大吗 风跟水比 我给你介绍一下 全场24个女生 酒量最大的在你的左手边 我不知道你有多大 但是我猜应该比他大吧 你多大 我一点点 说实话 刚来的时候不是这么说的 一般这种回答都是最老实的 我告诉你 他刚上台的时候介绍的时候 我说我喜欢喝点酒 我说你能喝多少 你需要多少吧 对 男嘉宾要被吓到了我多久 基本上喝完到他觉得差不多的时候 钟上去没什么人还坐这儿 高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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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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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喝酒喝得少了 那之前得多多 打歌星人要打鼓 我刚才看见了男嘉宾 我就决定就是一定要把介酒 这件事情延续下去 喝酒这是个很中性的指标 对 有人喜欢 有人不喜欢 对不对 都不一样 你还看分人 22号 我最近听的一首歌 歌词是这样子的 就是说如果 如果说我不在另一半身边的时候呢 我希望是画作一朵白色的玫瑰 然后装饰在对方的房间里面 如果要是说胜利的话呢 你想是可以画作一样什么样的东西 画作一颗牙味 必不可少 没我会疼 17号 男嘉宾 您今年35岁嘛 我想问一下您能接受的最大的年龄差是多少 这个只要你们能接受我无所谓 就是多小都行 多大也都行 这有点太泛泛了吧 但只要一见钟情嘛 你想人家不会太介意 其实我觉得一见钟的不是情是脸 你觉得呢 对 可不都是打脸开始的吧 不不 就是脸是一部分身材 包括走路的样式 气质 还有一见钟情的时候的情绪 我刚刚说马明玉身上有一种 非常轻松的那种情绪 其实我们一见钟情看的东西 非常非常多的 一见钟情怎么说呢 你长那么好看不就是为了一见钟情 没毛病 你看 刚才说有毛病 现在一夸到自己头上了 这就没有毛病了 就是我们讨厌一些人的时候 当那个人说喜欢你的时候 你就觉得他不再那么讨厌 只要喜欢我什么都对 最后一个问题 4号 就是你说你跟你女朋友吵架 然后每次最先主动道歉的都是你 对吗 对 没错 刚刚有一位女嘉宾说你们 因为一件事情吵了好多遍 就是你女朋友跟别人聊暧昧 那这种事情的话你会道歉啊 这种等不到我道歉 她直接就到了 好 谢谢 因为这种大话也有可能说的是吹牛的 对不对 我要主动道歉 有没有你们那种比较会做的 哪错了 来个连环三分 这连我吹牛都看出来了 果然是为表情专家 灯面完了 看你选择两个女生有没有给你留灯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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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